我也很期待 大家都是要用证据来说话 再一次强调 我的论文绝无抄袭 我希望学人会能够 领持着这个学校的一个独立性 公平公正的来做一个审定 还我一个清白 因为昨天这个余振华 他是提出声明表示 他没有抄袭论文 怎么看这件事情 好 我在上个礼拜天 特别开了记者会 再一次提供了相关资料 还有证据 并且是经由法院公正 来提送学校的学轮会 我也要再一次的强调 这些论文 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我来完成 绝无抄袭 那我要再次进一步的提醒大家 这个论文是我2014年 参选新竹市长的时候 我自己透过民调 单位所做的资料 所以我是题目在先 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和指导老师 讨论这个题目 那大纲在先 这个是2015年的12月 研究大纲已经形成了 并且已经将这个资料 送给了台大的学轮会 已经把这样的相关资料和证据都提交到学轮会 那当时 这个2015年12月的时候 余先生他还在做他上一个计划的这个口试 那这个也在当天的记者会都跟大家来说明了 那另外一个是内容在先 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提供的资料里面 2月1号是一个关键 2016年的1月30号 我到学校去和指导老师做了这整个的一个讨论 那么2月1号老师修正后把这个资料寄到我的助理的信箱 这个我们都做了说明 而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说 我提供的资料是有经过法院认证的 那对于其他人 对于他的这个说法 我也很期待 大家都是要用证据来说话 过去从7月5号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 很长的时间 大家都是拿着这个似是而非的资料 来做对我做出不实的一个指控 所以我想借由今天这个机会再次强调 这个论文 我的论文绝无抄袭 并且是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完成 那我也已经把相关的资料 还有证据提送到台大的这个学论会 我希望学论会能够秉持着这个学校的一个独立性 那么公平公正的来做一个审定 你认为说这个苏宏达他有必要就是回避审查吗 我刚刚已经特别提到了 这个台大的学论会 他应该是一个独立公正公平的一个这个单位 那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把相关的资料 证据都透过法院的公正 那现在已经提送到学论会了 我由衷的期盼说 学论会能够去厘清这些相关的这些资料 然后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情况之下 还我一个清白